我有個好姐妹開了一家店 在永康街 然後她每次進新貨 她都會放在Facebook上面 然後我就會在直接那邊瀏覽 想說我要什麼我就直接丟給她 她是日貨就對了 韓貨 然後她最近就拍了一張這張 這個裙子 在永康街嗎 林立文 她在永康街 她在永康街 然後這裙子 我就覺得好好 看這長度剛剛好 然後露出那些腳踝 林立文是林立文 她好像166 166 8 6 6 就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 然後我就傳給她說 想要裙子 想要裙子 妳 妳 對 我又說太長嗎 她說太長 她是說不用想 不是想 是不用想 想都不用想 她直接叫我不用想 而且她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這是前兩天的事而已 她很嫌棄妳的意思 我每次傳給她都說太長 妳腿也太短 不行 所以很多漂亮的衣服 妳是根本 我根本她都不賣我 Renny 像我因為我身高168 在男生裡面算很矮的 就是已經算中間以下了 Like me 然後 你也是這麼短 然後常常都會被人家笑說 人家在發育的時候 你在幹什麼 可是我告訴你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還在幹什麼 幹什麼 這時候要幹什麼 我還在幹什麼 雖然我很常會這樣羞辱 但是我告訴你 長得矮也是有好處 因為我買衣服比你們便宜 而且是時尚精品 那種平價的那種 而且是在東區非常知名的店 有嗎 我一進那個門以後 它的地下室是男裝 我下樓以後不是左轉男裝 而是右轉童裝 因為它的童裝 有一些這種平價的品牌 它的童裝都出道 然後我就大概16歲男生 因為我那時候發育 就沒有在發育 所以我那時候就滯留了 真的喔 暫時滯留了 那個生長細胞死掉了 對 為什麼 我那時候到底在忙什麼 我也很困惑 但是這個時候我明白了 我在替我將來打算 因為我買童裝不只可愛 它的版型又剛好會修身 因為童裝它剛好可以做到 最大是16歲 它是用年紀 它不是用尺碼 它最大是13到16歲可以穿 就是剛好我這個身材 然後我買 對 然後我買一件 至少會便宜400塊以上 真的 而且比較好看 而且它有的很可愛的 那種拼圖 拼貼 就是你去童裝看到那種 天啊 好可愛喔 你們都不能穿 只有我可以買 這樣也是一個 好教訓 那你會不會請 我去練館 來開對小朋友撞衫 不會 你還找回憶 他不去親子館 溜運他都宰在家 看他小朋友放假 閃過來穿 我第一次去也覺得有一點可恥 因為都是那種 媽媽在幫小朋友弟弟在挑 然後我就過去假裝 好像要幫自己小孩買 小趣 小趣是